明星出行不带保镖都掉档次,吴京只带一名助理,她保镖如云排场大。 看新闻,渲染某女星排场,保镖如云,如临大敌,粉丝就和探监一般,动物园看猴子一般难以靠近,这些保镖就像铁栅栏,就像警察鼠鼠,拦着,挡着,腰合着。 关键看起来这保镖,重量比粉丝还多。 范冰冰的保镖真是相当霸气了,为范也开导,保驾护航。 向来以高调奢华著称的李湘,一副女大佬风范。 吴亦凡出行身边也少不了保镖,毕竟疯狂的女粉丝太多了。 Anjala Baby盛装出席活动,身边保镖亲密色的黑西装和白手套。 刘亦菲自从之前被男子扑倒,心里也是留下阴影了,现在出行都是增加了保镖人数。 成龙大哥出席活动,保镖时刻警惕。 杨幂即使低调出行,也有保镖安全马后。 赵薇身边也是保镖如云。 孙洪雷的这位保镖大哥也是惹不起啊。 姚晨身边的这位贴身保镖可以说是很敬业了。 王健林被着手,气宇宣昂,后面保镖跟着一大片。 王思聪的保镖亮了,两位网红。 无论去哪,王思聪的身边都有网红随行。 都说娱乐圈的人金贵,出行不带几十个保镖都掉档次,但是功夫明星就不需要了吧,还真是有出门不带保镖的。 比如吴京,出行带一个助理就OK了。 吴京出了酒店,助理帮忙推行李箱。 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的吴京可不喜欢享受这些,表示自己可以的。 同样是娱乐圈的公术巨星,真子丹出行的排场就大了很多。 在电影里往往以一笔百的真子丹难道在现实里也这么不堪一击? 还要戴这么多的保镖真子丹戴着墨镜现身某活动,保镖如云,不知道这些保镖的身手怎么样。 单看保镖的这些装备就知道一定是专业的,黑西装,红领带,白手套,光这身形头就知道是那些业余保镖比不了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